果然搞综艺效果还得看老港星 老油条孙宏雷都招架不住曾志伟的灵魂拷问 这天节目组让萌探们两两一组进行问答PK 若有一方回答错误或放弃回答 头顶上的气球就会爆炸 当孙宏雷对决曾志伟时 曾志伟一上来就语出惊人 曾经想过三个离婚的理由 孙宏雷没想到 一上来就是一个王炸 这要为了赢得游戏说出实话 不仅热搜得爆回家也得爆 要不直接爆了吧导演 说出三个曾经想过离婚的理由 那我要没想过怎么办 从来没想过 孙宏雷这波高情商发言 让他逃过一劫 好男人 为了回击 孙宏雷开始刁难曾志伟 香港四大天王 在您心目中前三名是谁呢 而曾志伟一点都不怕得罪人 脱口便出 张学友 郭富城 刘斗华 孙宏雷不甘心继续追问 谁是第一呢 张学友 第二呢 刘斗华 第三呢 郭富城 第四呢 黎明 太厉害了 什么都搞不懂 在接下来的问答中 曾志伟见招拆招 演过的所有电影当中 最喜欢的三部 最招派打 甜蜜蜜 还有这个 吴建造 曾志伟见孙宏雷 把矛头指向演戏方向 也顺水推舟 合作过的导演里面 三个最不想再合作的导演 太恐怖了 面对这个致命问题 孙宏雷也无力招架 最不想合作的导演 太黑了 太黑了 没法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家没法弄了 孙宏雷面对曾志伟 招招致命的攻击 也输得心服口服 乖乖接受惩罚 除了玩游戏 在单独采访中 曾志伟也难掩综艺气场 以前看过你好多的戏 不是吗 拍哪一部啊 不见到 还有啊 还有 人生就拍一部啊 怎么那么少啊 这时主持人还想补救一下 就是很早以前看过你很多戏 多久啊 可能是上学的时候 上什么学啊 小学幼稚园啊 主持人怎么也没想到 采访还没开始 就被曾志伟反客为主了 反而你的词 我就基本看过很多 因为我看到就是很多的喜剧片 还有那种叠战的都有 哎很难找 原来你喜欢看烂片的 啊哪有啊 看来老港星的综艺功力 还是很能打的